其實在這個社群裡面我們希望大家就是彼此尊重 然後讓你就是可能立場不同 或者是實際生理或是心理跟你不同的人 可能都能夠一起協作一起做事情 所以如果第一次來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玉慧守則 好 今天的流程呢會是這樣 就是我待會廢話完之後呢就是 三分鐘的提案時間 今天大概有十幾個登記 每一個會有三分鐘的時間在這邊話告 好 那三分鐘是非常嚴格的 就是因為我們要給大家吃點心的時間嘛 那所以剩下一分鐘的時候 你會聽到一個什麼聲音 欸誰要幫忙氣死 是你嗎 三分派 對 好 你如果剩下一分鐘的時候 你會聽到一個什麼聲音 沒有聲音 好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牌子 咦咦咦咦 但是這個單品的時候最... 我只有讓講者看到 喔 OK 講者看到 然後後面的牌子 喔 OK 好 總之講者請注意一下這邊這個牌子喔 三分鐘的時間 好 那提案完了之後呢 我們會很快的把曼蕙蜢傳下去 給每一個人 用三個關鍵字介紹自己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 今天在這個場域裡面的人 大概有什麼樣的背景 三個關鍵字就是 我是誰 我有什麼背景 我今天想做什麼 我想很簡短的 快速的做一下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時間就是 讓大家自己去找組 欸 我今天我想 就是start一個 一個working group的話 那你就可以 到前面拿牌子去 去說 欸 我們佔據這個桌子 然後有興趣的人 就來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可以使用的會議是 有這邊 這一間 還有 往這個洗手間方向那邊有一間 好 然後還有前面 往出口方向在左轉那邊有一間 然後外面的這個交易廳這邊都可以使用 好 那到傍晚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做成果發表了 所以 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就會開始請大家登記說 如果 你想要在五點的時候發表的話 就在同一個 今天這個 提案的登記的下面 好 可以去登記說 欸 你想要開放 你想要發表 就是五點的時候 來報告一下今天的成果 那每一個 組會有五分鐘的時間 好 總之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已經看到點心已經來了 所以 相信大家都 呼不及待 因為黑客的時候點心通常都 非常的厲害 感謝我們偉大的食物組 Joanna 她可能在外面忙 她最近身體 好像有點生病 所以 就是大家可以多幫忙 如果說需要擺食物啊 或者是 你可以詢問她 她需要什麼幫忙 好 那這個活動 如大家所知的 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那因為有資訊所 很大力的支持我們使用這個場地 然後我們基本上 花的錢就是只有吃飯的錢 但是這個錢也是需要大家來捐助的 所以如果 你有一些 你覺得不錯 或者是你有長輩朋友 我覺得可以勸他們來捐錢 認同請分享 就是可以給他們這個網址 不過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呢 大家報告的時候 可能看到旁邊有很多咖啡喔 就是 這個是布丁啊 就是他說 欸 研討會通常都沒有什麼烤咖啡啊 我們在這個黑客中 這個 我們需要咖啡才能做事情啊 那怎麼辦呢 他就自己做了這個咖啡 好 然後就是委託 真的咖啡變成作品 只是他是一個化耳包 然後他就做了這個印刷 好 那所以這個基本上呢 就是 大家知道G0B的那個 格言是 沒有人 先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嘛 先承認就是沒有人 那所以這個咖啡上面就寫 沒有人要幫你煮咖啡 好 意思就是你自己要煮咖啡的意思啦 好 那所以 在外面都可以自取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把它全部拿回家 然後 就是分送給朋友 或者是 告訴 想要捐錢的人 直接到G0B咖啡去捐這個咖啡錢 最重要的是呢 當你在喝這個咖啡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 一邊做事情 一邊黑客中 就可以體會一下這個 剛泡咖啡 對準更大 有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是什麼 還不早坑跳 好 那所以 就希望大家今天有個愉快的黑客中 那我們這次稍微把這個 就是 入口 入口 就是黑客中 如果Hack.g0 稍微改版了一下 其實只是加一個Lending Page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上面有過往活動 跟當期黑客中 當期就是今天 那過往活動就是 之前的每一次的 共筆 那我想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有一些常常來 或是最近的一些 feature的一些專案 那今天 不見得有人來提案 有人來的我就挑過 那 可能沒有人來 可是這可能是 最近feature 就是蠻多人關注的專案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他在過往黑客中裡面的共筆 看看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那第一個是這個立委投票指南 因為我們快要選舉了吧 所以立委投票指南 之前其實還蠻多人 覺得還不錯的 而且後來在 縣市場選舉的時候 有人把它改辦成 議員投票指南 那最近這個 直信網友 他做了全新的設計 可是這個設計 可能還沒有套用在這個 網頁上 所以如果想要幫忙 套用這個設計 或者是把它改得更好的話 就可以看立委投票指南 這個專案 那 在上一次的黑客中 有一個有趣的專案叫做 判決書來人包 他基本上是 讓大家可以去把 洛洛桑的判決書說 這三行 或者這二十行 其實再講一句話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黃色了 79到114行 變成一句話 那這個 這個還蠻有趣的 那已經有一個出行了 所以 那個Ronnie發起了一個 發文請負判決書的活動 就是說希望 新聞媒體 或者什麼 有提到任何的判決 有什麼 不管是恐龍法官啊 還是blahblahblah的時候 最好都能夠附上 判決書的原文 但是判決書原文又很長 怎麼辦呢 就想要用這個發射去解決 所以對這個議題 有興趣的人可以 查一下這個 判決書欄的一包 那再來呢 斯苗斯基發起了一個 空屋偵測的 這個 DIY的套件 就是用一個 試圖做一個 很便宜的硬體 然後讓每個人 可以deploy 安裝自己的空屋偵測器 因為目前環保署的 偵測器數量有限 他們目前做到蠻多的 survey 就是去看 每一種sensor 他們的準確度怎麼樣 然後希望能夠多出一個 就是 準確度還不錯 可是又價格低延的版本 那這個議題其實在全世界最近還蠻流行的 所以已經有和 跟非洲那邊有一些交流 那這個同樣也是 這個是 歷史 之前 還有PM5在做的 這個 I-TIE的 這個專案 他上次 佩克松是在 大的 國際會議題 全程用台語 非常的轟動 那這個要做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新的詞彙 譬如說 MacBook 台語就不知道怎麼講 所以他就是一個交流的空間 讓大家去提 所以MacBook的台語 可以 叫做 MacChic還是什麼 就是 或者怎麼樣比較好 就是大家可以去討論 那最近大家有看到那個 謝龍介交台語 有沒有 就是 裡面很多東西都可以討論說 發音怎麼樣 或者是 哪一個詞應該用什麼音 之類的 那希望他用這個方式去 讓大家去討論說 這個東西 這個詞彙 用這樣想法比較好 還是用這樣想法比較好 那同樣也是跟這個 語言比較有點關係的 所以他很適合 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 阿美瑜的蒙點 所以他預計是明年希望 能夠用阿美瑜在台上 在台上 所以他現在需要 這個完整的 這個阿美瑜的詞點 才能夠練習阿美瑜 所以對這個 足語 有興趣的 基本上他已經變成一個 很general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不同的 不同的 原住民的語言的話 其實也可以套用同樣的平台 那 基本上可以做一些 cross-referencing 那上回還有一個 project 是 使用台北市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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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附佑 容易被害的地段 他最近聽說 台北市想要 公佈更詳細的地點 有個 公佈的處在 卸道的地點 那附佑 案件的地點也可能會公佈 那這個 project 他有點 有點 超展開 就是說 希望做一個 無人機 然後呢 就是 當你經過這個路段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一鍵 呼叫這個無人機來監測 就是看 就是路上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好 這個有點超展開 不過我覺得還蠻high的 所以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來 可能沒有 那所以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查看這個 bedroom這個 project 在上一次的這個 提案裡面 就會看得到 好 那所以我很快地 review我最近 一些有趣的project 那當然有一些 沒有想到的是 因為他們今天就有來了 所以 那所以 我就把時間交給 這個今天有登記的人 可以請大家 有登記的坐到前面來嗎 第一個是 麥可麗 他有 第二個是 I LF 然後下一個是 Mr.R